今天,美国媒体ESPN预测了新赛季的球队战绩,军事队利亚火箭队排在西部第二的位置。 尽此与勇士队,只要军事队保持健康,他们在新赛季确实是最有希望跟勇士队抗衡的球队。上赛季最让人惊喜的球队就是军事队。军事队在夏天,失去了他们的核心领袖海沃德,而且海沃德是以自由身离开,没有给军事队带来任何补充。 而军事队在选秀仅仅用手的13号顺位选中了米切尔,加上戈贝尔开始也遭受了一些伤病,球队初期的战绩,似乎是奔着乐透区去了。 当时球队的德奔王是胡德,球队也没看到进入季后仨的希望。 所以,为了让球队重建更加彻底,军事队还在赛季中期跟骑士队进行了交易,用胡德换拦了罗斯和克劳德。 当时军事队为了让罗斯可以打季后赛,还将罗斯裁掉,以便让他加盟其他球队。 而交易之后,军事队却完全开始了包走,密切尔开始大杀四方。 密切尔在上赛季出战了79场比赛,场均上场33.4分钟,场均得到20.5分3.7助攻3.7篮板。 而哥贝尔复出之后也是表现非常出色,场均得到13.5分10.7篮板。 他们最终取得了48胜的战绩,以其部第五的身份进入季后赛。 而且在季后赛首轮击败了雷霆队,军事队的防守是联盟第一的。 他们新赛季或许还会继续保持高强度的防守。 他们新赛季保留了密切尔、哥贝尔、路底、奥、贝沃斯、英格尔斯和伯克斯的核心阵手。 球队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,都还是处于非常高的水平。 虽然火箭队、雷霆队和胡元队等球队都进行了一些补偿和改变,但是爵士队已不变应慢变。 他们还是按照上赛季的阵容,在新赛季或许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只要米切尔继续进步,哥贝尔保持健康,那么绝世队的进攻就依然很出色,而防守也依然是联盟顶级水平。 所以,西部其他各支球队,都或多或少,有一些弱点。 火箭队封现防守能力下降了,胡元队除了詹姆斯没有其他球星,雷霆队双和带队,并不会避上赛季好太多。 而爵士队要成为西部最有希望地板勇士队的球队,他们的防守会给勇士队造成很大的麻烦。 虽然勇士队的进攻效率非常高,但是尹湖城一直以来的强悍防守,会让勇士队感到窒息。 所以,美门也是对爵士队寄予后望,他们或许是西部第二好的球队,有机会跟勇士队抗衡。